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蛋饺 那做蛋饺呢 除了要准备好食材 碎猪肉和鸡蛋以外 我们还要准备一个工具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勺 直径大约在10公分左右 放少许水让它先脏开 接下来料酒 糖 盐 葱花 拌匀 可以放少许生抽上香色 然后放置一边蛋用 蛋打开 什么都不要放 可以放少许油 不容易粘 蛋要打透 否则做出来的蛋皮会有厚有薄 开火前勺子要先处理一下 用油抹一下 如果是新勺子 你就要抹了再抹 否则一定会粘 炸 开火 开绿豆小火 勺子七八分热 像蛋液 放小 떨 你绝 Anda 好 鲜 成型了 我们就用量鲜 也好 如果下你们 hört 为了 离火 放肉馅 肉馅不要放中间 靠边一点 再回到炉上 让蛋皮结实一点 蛋皮烤结实 拌起来 然后用筷子适中给它安紧了 再放生 我们再来一个先擦油 热勺先 勺子好不能太烫 太烫就离火 因为太烫的话蛋皮好不会光滑 不漂亮 定型后放肉馅 放在一侧 再回到炉上 那鲜蛋皮的时候 力要用在勺子上 四周安紧 翻个身 排排做 放到盘子上 那这样做出来的蛋饺 是半成平来的 那我们还要给它上锅 蒸15分钟左右 这样呢 做菜的时候 或者放在汤里面的时候 就不太容易散 而且相对也好保存 好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